在综艺的理论里面 你知道说其实头发 并不是单纯的长在我们的头皮上 它跟我们的身体的一些 干肾都有关系的 甚至于跟我们的 我们叫干性疲惫神都有关系 那还有就是 我们说这个肾 也在这个长发的这个部分 也有参加的 我们说肾它是其滑 滑丽的滑 其滑在我们的什么 在我们的滑 就是说肾肠精 精滑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当开始 年纪变大变老 或者是我们开始精神不济 有时候因为你会觉得 好像白发应该是老人家的特征 现在白发越来越什么 越年轻化 有些白发 像我们还碰到六岁十岁 可是那些人 他一定不是老 所以你就发现 五脏六脖都有关系的 有些我们的中医 像我也有出一本书 跟我们的头发有关系的 怎么样在头皮上面 适量的按摩 那甚至于我们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药膳里面 一些黑色的 比如说像补血的这个黄金 或者是补胜器的这个核手屋 那甚至于呢 大家就耳熟能详的黑豆 这些都有帮助